有一天的上午 一个人在清明扫墓的时候 他很感叹地说 现在的明指钱啊 做得跟真钱一模一样啊 烧的时候 心里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心痛 自己一阵阵的苦笑 不久太太就来电话了 你不是去扫墓了吗 怎么放在桌子上的指钱 没有拿走呢 我刚刚从银行领回来的十万元 放在桌上你拿去了吗 这人听完突然觉得晕悬啊 趴在墓碑上哭晕了好几回啊 路过的人纷纷地赞叹 真孝顺啊 真孝顺啊 大家听懂了吗 拿错钱了 把真钱烧了 把名字掉在家里了 记住台长告诉大家 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 没有走不通的路 幸福的人不是你钱有多少 而是你心里的笑声有多甜 学博人要用善良和慈悲去化解人生的烦恼和心灵的忧郁 我们要无私地去帮助和度化有缘众生 我们学博之后 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我们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做出贡献 热爱自己的国家 热爱和平 实现社会稳定 推动宗教和谐 学习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宽容包容众生 有求必应的去帮助众生 一切灾难化极强 摸合般若般若密亚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用菩萨的大爱去完成无私的奉献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